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们的婚姻是不是一个错误 我们俩不是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吗 我不是怀疑你 我只是 好了 别说了 你发现没有 莉莉跟小月桂很像 他们都是天生就具有舞台的光彩 我在想 也许我这样帮莉莉是对的 我不是说这个 你觉得 我们这样生活 幸福吗 不将商会的事呢 我一直在关注 听说是走了不少财神爷 对 老弟啊 不就是钱的事吗 等过一阵 上边土地政策宽松了 我把铁号接的那两块土地批给你 你随便干两栋公寓不就是白花花的烟子吗 吴市长 土地的事我先谢过你了 不过办银行 办银行的事 老弟 吴市长总是有办法的 就说王司长好了 他可是您耶鲁大学的同学呢 你小子 功夫做得挺足啊 赤华分子十分狡猾 我们官方出手 必须要顾及公众的舆论 只要你帮助除掉郑徐两位会员 他们两个已经不是会员了 不 是会员 那你就是帮了政府和保安局一个大忙 怎么了 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我在想啊 是不是让何丽搬过来住啊 不好不好不好 为什么 我们这屋子都是女人 她一个大老爷们在那多不方便啊 再说 她在码头那边有宿舍 她跟她的工友们混在一起 无拘无束的 挺开心的 可是你跟何丽 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是不是 都多大岁数了 那么大的坎儿都过去了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小事 对了 上次 还是你跟于启阳求情 才脱离浦江山会的 只要她不在江湖上打打杀杀 我就满足了 你已经帮我实现了最大的心愿 那何丽现在在码头那边怎么样 听说已经被选为工会主席了 工会 对 跟码头公司没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工人自己弄了一个组织 也就是哪个工人受了欺负 这个组织替他们说话 出面 那不是和浦江商会是一样的吗 是吧 不一样 至少跟现在的浦江商会不一样 我看 还是让河里搬过来住吧 我和莉莉住二层 你们俩住一层 这样谁都不影响 真的不用 你不用跟我执拗了 我已经决定了 夫妻团聚才是最重要的 我怎么觉得 我欠你的越来越多了 阿丽 阿丽 郑老板 徐老板 请坐 我们没想到 自己的货还没回来 阿丽 这次可多谢你了 我还得感谢二位爷 多亏了你们捐助我两万块钱 购置武器 要不然 我怎么能跟那帮蓝衣社对着干 阿丽 说实话 当初带着钱去找你 就是听说 在上海 只有你们码头工人联合会 有这个胆子 跟蓝衣社这些狗腿的叫板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们只有司马当活马医了 离开浦江商会 我们心里慌慌的 觉得不安全 真是没想到 你们居然把货给找回来了 于公来说 我们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宗旨 是保护成员的合法利益 也保护工人不受压迫 于私来说 二位爷看着我长大 你们是我的长辈 你们遇到窩心的事 在我合力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不能坐视不管 阿丽 如果于其阳有你一半名势力 我们也不至于退出浦江商会了 我跟阿琪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出生入死 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 阿琪并不是一个不仁不义 见死不救的人 我为阿琪说句公道话吧 浦江商会现在混不下去 主要原因是他的目标太大 稍有不慎 就是政府的打击对象 阿琪肩上的担子太重 所以他行事 格外慎重 阿琪接手商会之后 我都看着呢 他虽不如长言 有魄力 有远眸 也不如黄佩玉那样 聪明大胆 但是他肯吃苦 他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商会的经营之上 兢兢业业 不浪费浦江商会的一分钱 按照他现在 在浦江商会的地位 他完全可以享受安逸 但是他没有 现在时代变了 他再怎么用心 浦江商会还是不行了 阿琪从小在浦江商会长大 他把浦江商会 当成自己的家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也会把浦江商会 看得比命还要重 你们看 我说远了 咱们不说这些了 今天特意请二位爷过来 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当面向二位爷道谢 哪里哪里 咱们以茶代酒 祝贺你们找回了货物 谢谢 我也代表阿琪 希望我们像从前一样 成行合作 看来 但是他没有 有点烦江商会 他会变得很累 有点烦江商会 这些烦江商会 我看见他 有点烦江商会 大老爷 再见 再见 小子啊 麻烦 再见 阿强 李哥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就算他们执意要退出浦江商会 他们也罪不致死啊 这是余爷的指令 于其啊 咱们好久没坐在一起喝酒了 是有好酒了 自从你做了会长之后 怎么样 你过得怎么样 很好 怎么好法 做我想做的事情 把受欺负的人组织起来 逃取公道 你还记得我的想法 毕竟做了一辈子兄弟了 你怎么样 我知道现在的事是我应该做的 但有时候我很累 我觉得 阿琪 你并没有在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是什么 阿琪 你以前常说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买一座山头栽满苹果树 跟喜欢的女人成亲 生一堆胖娃娃 让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果园里跑来跑去 你坐在树下 看着他们慢慢长大 等以后吧 等什么以后 我答应过 我答应过常野 我要支撑起浦江商会 可是常野不知道你变了 什么意思 阿琪 你变了你知道吗 我没有 你变了 我没有 你杀了郑老板和徐老板 你指使阿强滥杀无辜 你敢说你没变 是 是我指使阿强杀了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你最清楚 郑老板和徐老板他们没有错 不 我不知道 常野要是知道你这么滥杀无辜 他会怎么想 他不会用两个好人的生命 来保全浦江商会 他你可让浦江商会倒 浦江商会不能倒 在我手里浦江商会不能倒 做掉让你这么干的人 给郑老板和徐老板一个公道 是兄弟就这么做 我不能这么做 我不能这么做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家里有吃的吗 你不是约了郑老板 徐老板 喝酒去了吗 没吃饱啊 我有点饿了 厨房里有点心 我去给你弄点 因为您学乎地继续 喝时间好 有点痕 还没吃啊 我不是说过不用等我了吗 我已经吃过了 陪我喝一杯 好 听不听一个街坊闲话 这周围住的都是洋人 哪里有什么闲话 不是这里 说的是旧城里的故事 平潭里说的故事 是真的 多半比戏里故事更好 难得你有兴致 我听着 有个挑馄饨摊的小贩 每天夜里都走那几条道 卖半夜点心 刮风下雨 她都准时到 所以啊 生意不错 有一家呢 每晚必买 那是一对夫妻 他们住在楼上 楼下是店铺 因为走前门不方便 所以 女的每天晚上听到叫卖声 便打开窗户 掉下一个篮子 篮子里面放两个碗 两毛钱 小贩将热腾腾的馄饨 装好再吊上去 每次卖完馄饨后 小贩都能看见两夫妻的影子 映在窗户上 他们小两口 亲亲热热地吃完馄饨 然后拉上窗帘 灭了灯 这么每晚两碗馄饨 吃了十年 小生意做得不错 小贩心里特别高兴 不料 这天小贩路过楼下的店铺 他就问店铺的老板说 楼上的夫妻是做什么的 掌柜的告诉他 楼上哪有什么夫妻呀 那男的五年前就死了 只有一个女的寡具在楼上 那男的莫非是 后来呢 那个小贩受不了 从此再不走这条街了 他怕了 夫妻生前恩爱 死后也还是那么恩爱 致死不离不弃 那个卖混沌的人 不忍心见到这人间的生理死别 怎么想起说这个 在教会里听到这个故事 总觉得有一首伤心的曲子在心里 留住忘不了 夫妻情深至此 夫妇何求 只有这样的婚姻才有价值 阿七 我们离婚吧 我们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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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达了 你了 我们到达了 还没有 是 有 ,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再这样下去 你跟我都不会幸福的 卿云 我对不起你 阿琪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可是我们心中的感情 从来没有超越过兄妹之情 卿云 以前你跟我说这些 我总是不死心 总想争一争 试一试 可是这十年的夫妻坐下来 我终于明白了 卿云 我对不起你 你对我没有错 不必内疚 我是真心想跟你过一辈子 我知道 阿琪啊 阿琪啊 一辈子太长了 你不能一直这样欺骗自己啊 难道你要 一直这样隐瞒你自己内心的情感吗 我 你心里真正爱的是谁 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 他也知道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没有可能了 放我走吧 可是我 我会幸福的 我会幸福的 你会幸福吗 你一定要幸福 我一定会幸福的 阿琪答应我 你也要幸福 李姐 上面怎么样了 这个丫头可不得了了 在房间里整整折腾了一天 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叫的 愣说是排戏 这可真跟戏文里说的一样啊 什么样啊 不封魔不成火 昨天上午把我叫到他房间里 要让我给他演一棵树 让我这样站着 行了 我去看看燕文好了没有 好 我一直都在等你 莉莉 我刚才听你的台词 你一直都在等人 你在等谁啊 不告诉你 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老三 我早就跟你说过 多认几个字 好了 现在老了 只能逗鸟玩了 社会上发生的事啊 你一点都不知道啊 老五啊 报纸上的这些东西 什么你杀我 我杀你啊 什么南道女唱花边新闻 有什么意思啊 那老三 又怎么了 老郑和老徐死了 说什么 刚离开商会就出事了 老三 谁敢这么明目胀胆地干掉 和我们商会有关系的人 政府的狗腿子 政府的狗腿子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哎呀 谁死了 完了 我们的船出事了 咱们的什么船 哎呀 是永兴私仇 向华茶叶行 日照纺织厂 大兴铁号出口应激力的船 是海难 全完了 完了 完了 这不是老天爷要灭 不将商会吗 老三 赶快回商会 这些钱我们根本赔不起 那些债主肯定上门了 阿琪一个人顶不住 走吧 走走 大家请安静 安静一下 这种话 我在这里承诺所有货主 大家的损失 我们一定会按出口价格 赔偿给大家 但是现在商会的流动资金有限 所以还请大家宽限几日 那到底什么时候给钱 就是啊 就是啊 一个月之内 我们怎么相信你啊 就是啊 我们怎么相信 你们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浦江商会有百年的信誉 会长可以换人 但我们浦江商会的规矩 一百年没有改变过 这这什么事啊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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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样了 阿琪 霍主都回去了 啊 小马 谢谢茶 阿琪 你先坐下 再大的事 二位爷的茶也要先喝上 不要担心 霍主们虽然各有损失 但是我已经承诺他们 全权赔偿 阿琪啊 我和老三都知道 一时半会儿 我们赔不出这么多钱来 阿琪啊 我跟老五到账房查了 咱们这回海南要赔人家二百万 可是咱们加上老本都算上 就能凑出一百万来啊 你说 阿琪啊 我们现在的流动资金 总共只有五十万 我们赔不出啊 你说总不至于一场海难 让大家都喝西北风吧 我们在浦江商会几十年了 这恐怕是我们浦江商会 面临的最大的难关 弄不好 他妈的 不还了 把这帮战主打回去 老子他妈的 还能打 打打打打 你就知道打 打完了就不赔了吗 那我们浦江商会还混不混呢 你呀一辈子都这么浑 我浑 你出个量 你出个主意 你三爷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咱们商会做大 全靠道义两个字 虽然上海各个帮派 讲古风的不多 江湖上 毅力廉耻忠孝皆异 统统不讲究了 但是浦江商会 还得守这两个字 我们不能丢长夜的脸 阿琪 你有什么主意 咱们分两步 第一步 在一个月之内 尽我们的努力 先把一些跟商会 交情不深的会员的钱还上 把人心安定下来 第二步 尽快把银行办起来 会员们只要看到了 我们的经济实力 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这现办银行来得及吗 手续差不多了 我只要再到 吴市长那里跑一跑 我估计 就是这个月的事了 哎呀 那星期 我们要赔的钱都不够啊 我也放心 这个我来想办法 哎呀 你有什么办法 我还不知道吗 这么多年 你那点钱 早就在霞肥路买房子了 对呀 我已经委托经纪人 把房子卖掉了 哎不对 那你跟老婆住哪去啊 我跟庆云 已经离婚了 我现在是个单身汉 住那么大的房子没用 哎呦 你离什么婚呢 咱找一个 放心 于启阳在 浦江商会在 这是我在长爷坟前 发过的事 哎 看看这个 不愧是浦江商会啊 哎 哎 做事干净利落 哎 政府感谢你呀 兄弟 设计很妙 若建成了 无疑将给新时代的上海 增添异彩 政府已经买下了 这三块地啊 还是市长有实力 再大的商人 要同时建四栋大楼 恐怕是不可能的 小兄弟 市长大人 也是用国家的钱 啊 现在跟你年轻时候 都不一样了 国家最大啊 这里绝对是黄金地段 四川路江西路口 周围都是银行和商业区 对啊 这个内部设计 以办公楼为主 上半部分都是办公楼 下层是饭店旅馆 最上边是咖啡厅 刻一幅看全上海啊 这是目前上海市 最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 这个赚钱的买卖 我是不会忘了你的 啊 我跟财务局商量过了 由你来经营 目前这最大的开放项目 给你们蒲江商会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百分之七十参观股 怎么样 谢谢吴市长 最近你们商船出的事 我听说了 焦头烂额了吧 这个项目正好解你的燃眉之急 吴市长想的真是周到 银行的事也赶快办起来 我给那个王司长打电话了 让你的申报材料查个对 现在呢 局里正在审核你们的材料 只要批文一下来 你们马上能正式启动了 不知道批文什么时候能回到市里 你这年轻人哪 那么沉不住气啊 我这里还有一个人 我最近去南京开了个会 就是为了这个人 刘继 共产党员 专搞文化破坏 拍了几部 有影响的坏片子 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了 蒋委员长非常生气 中统的人 希望就地解决 我还是头疼啊 这个人在上海是很有声望的 吴市长最好不要冒这个险 所以 所以 这件事还是交给你来办 我可以让这个人在公路面前消失 但是这个人跟我的朋友有点关系 所以可不可以留他一条命 这个人是个顽固的共产党员 苦头必须要吃的 既然你求了情 这事 就交给你来处理 只要他从公众面前消失 不再有能力闹事 啊 此人是知识分子 我们对知识分子 我一向是爱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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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刘继 我是刘继 月归啊 有件事情 是关于心理里的 哎 你们老板没有通知你吗 通知什么 这个角色是我的 通知了 可是上次我跟你说过 这世界 不是围着你一个人转的 你 我就知道是你倒的鬼 你竟然敢把我换掉 你为什么把我换掉 是我 不巧 龚老板也是我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做的是不对的 我没有错 这个角色本来就是我的 谁告诉过你 这个角色一定是你的呢 我知道了 是你使坏让我丢了这个角色 现在 你跟着我来到这里 来看我的笑话 莉莉 你自己也知道 你闹了个笑话 你闹了一个投机取巧 自以为是的大笑话 你知道吗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 你以为你今天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吗 别人都告诉我了 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靠供应连两个来的 都是靠供应连两个来的 你打我 你又不是我妈 你凭什么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 我到底做错了谁吧 小玉贵 他应该学会自己长大 小姐 你好 请问来点什么酒 三杯浪母酒 稍等 请慢语 好 服务员 服务员 请慢用 小姐 可以坐吗 可以啊 先生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家妹 受了点委屈 多喝了两杯 冲撞之处 请多多包涵 谁是你家妹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送你回家 走开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好吗 我没有家 小公馆就是你的家 不是 我的家的一品楼 我的妈妈叫新黛玉 不是小月桂 不是她 她 她打我 我那么喜欢她 她还打我 莉莉 玉叔叔 她跟月桂吵了架 就跑来喝酒 我不想遇到她 她喝的太多了 玉叔叔 我真的很爱她 我真的把她 当成我的妈妈了 她打我 好 我送你回去 好 谢谢啊 再见 走 慢点 快点 快点 你怎么回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